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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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馬的你今年比較平穩 因為又不是沖泰水 又不是泛泰水 又不是雙沖 或者桃花生肖 有一個平字可以形容 所以你的運氣排第8 桃花排第7 排第8又不是特別壞 因為選來選來選去 就沒什麼特別好 屬馬的你今年吉星都不錯 因為有八座 有你的地位提升 還有有天解解 十逢空化吉 又浪花空星之力 還有屬馬今年的思想學習 投資運 投資方面特別要留意 因為無論寒熱平命人 今年運氣都一般 所以新的投資不是很適宜 即使你走運的寒命人 舊有投資可以加大發展 今年新起步不是很適宜 就是寧願等到明年夏天 你適宜少少 反而今年特別來讀書學習 要學一下進修 學一些新的東西 甚至乎興趣的東西 今年其實都是對的 尤其是打工的你 不時都要增值自己 否則就會被社會淘汰 空星都要留意 因為空星有血印 容易手腳損傷 但因為屬馬來到龍年 又不是雙營 又不是雙衝 這個損傷可能切傷 切傷手指 行家撞傷腳 就沒什麼嚴重問題出現 那羊營就要留意了 羊營有時心情不好 容易發脾氣 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緒 浮沉就叫浮浮沉沉 那今年無論堂熱平命 也浮浮沉沉就正常的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